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透露西蒙领袖马哈迪 林冠英和林吉祥将在下星期来到安顺 到时将正式宣布西蒙的安顺国会议席候选人 换个焦点 继联昌集团旗下一处集通卡Touch购公司 去年10月宣布将在今年6月推出采用支付宝技术的电子钱包服务后 然而比预定计划早了三个月 这款Touch购手机应用程序Apps如今已经正式上线 供民众下载 以逐步引领大家迈向无现金手回 无论是否移住集通卡的用户 都需要为这款Apps重新注册 成功注册后就能凭卡消费 当中涵盖的功能非常广泛 从扫描服务 转账服务 加额服务 到缴付大到购入费或账单 购买电影票甚至机票都可以 然而虽然用户可以直接透过信用卡或扣账卡 为电子钱包充值 但如果要从Apps转账余额到实体一处集通卡 为其加额 却必须要到全国各地设立的Pickup Device自动交易机 并以二维码扫描机器进行转账 最后有国际消息 全球最大社交媒体脸书 被揭发让政治顾问公司剑桥分析 擅自取用5000万用户数据的风波持续 英国当局周五搜查剑桥分析的伦敦办事处 而美国国会也要求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 出席听证会解释事件 英国信息专员办事处大约20名人员 昨天获得高等法院批出搜查令 顺据抵达剑桥分析 位于伦敦中部新纽金街的办事处搜查 而同一天 美国众议院一个委员会 也要求扎克伯格出席听证会解释 为何脸书用户数据会流入剑桥分析 这起事件是社交媒体历来最严重的泄露资料风波 即使扎克伯格已经在本周三 承认脸书犯错 而且未能保护用户资料 同时也列出多项补救措施 但依然未能平息事件 如今外界正掀起删除脸书账号的呼吁 今天下午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